看到罗洛林这日现身古装街拍摄 不过没看到穿上古装的他开档卖烧饼 就以为他接了一部新剧播 其实罗洛林打扮成这样 都是因为外回家之开心速递的剧情需要 现在因为他计算了一些 譬如打机 在机器里的人物突然到了古装 自己有没有说里面的剧情 其实是很关于打机、Rap 全部都是很新潮的东西 好像今天这个 因为接下来明年会是一个星期播七天 所以现在剧本也是刚才出 我们一直在拍摄 中间的东西我们还要由头去消化剧本 今天时间也很紧迫 有时候可能要你打机等东西 有没有时间给你练习呢? 如果真的要你打机 我就不懂的 而且我对打机也没有兴趣 所以要看清楚剧本 究竟他想我如何演绎 那就会浪费一些功夫 外回家的剧情真是天马行空 经常都会为观众送上惊喜 好像正式家闻剧集的马海伦一样 Helen姐所演的苏姐 和大龙山有心仇大恨 势要向大龙山报复 不知道两人的关系 会不会一直恶化下去呢? 他有很多集都是想保守 但到最后怎样呢? 我想我还是要卖个关子 也不要说了 对吧 那接下来有没有说是有很多新的挑战 可能你们之前的Rap 已经是一个很爆点 对于观众来说 我想接下来有很多 一定会加很多 就是我们自己会想不到的 他们编剧组很厉害 就是这样也可以 我们经常都有这个感觉 自己会不会给一些想法 或者做一些想法 有的 有很多同事会 会的 因为我就比较小伤脑筋 总之基本出什么 我自己消化了自己去想 就是我不会说去给他们意见 但会不会提议一下 冲出香港去拍摄呢? 大家一帮帮人一起 其实就不容易的 因为你这么急的时间 每个星期都要出七集 那一个月 现在就无形章而多了八集 那其实在编剧 在制作 在人手那方面 大家都要很紧密